它在裡面卡住了,硬拖出來了 它是哪個地方卡在裡面? 它整個L型都被夾住 那它有細安全帶嗎? 很少看這種血腥畫面,當然會覺得嚴重 那時候從車上把人坐下來之後,它的安全帶是綁著的嗎? 我們通事說是沒有,是沒有綁安全帶 那它身上看起來全身都是血腥? 沒有,沒有辦法對話 而且我們當下也沒有先這話 一定是人先偷出來旁邊再說 那人好不容易帶出來在旁邊的時候,人都比較清醒一點嗎? 也沒有,只確定他還活著 只確定他還活著而已 當下? 當下認不出來啦,我們不知道他是林志穎 我們是後來看到新聞才知道的 當下就想說先救人 對啊,救人 因為車上還有小孩 你當時有多少人過去幫忙 你們還有難民回去? 應該七、八個人吧 還有包括兩個路人 所以你們當時是在施工做工作 我們通常在這邊工作啊 然後兩個要出去買中餐的時候 剛好看到他們就這樣裝上去 車很快嗎?車輸 很難說募集快不快 就一般車速吧 六七十這樣,沒有煞車就裝上去了 所以是先把他兒子救下來 路人先把他兒子救下來 然後差不多五分鐘之後 開始火燒 然後全部人擠上去 然後全部人擠上去 把他救下來了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